在节目开始前 请到我们的Coffee 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事工需要你的帮忙 加入会员之后 就可以到我们会员专属的群組里面 现在就是我们建立社群的时候 现在就是我们必须找到 可以彼此信任的人的时候 现在就是找到 共同价值观的人跟家庭的时候 里面只有支持AI News的人 也就是说 他们全部都是支持我们价值观的盟友 不管你在乎的是家庭教育 后院农夫 还是你只想要在你的社区里面 找到可以信任的人 在混乱的时代里面 增加你跟你家庭的生存几率 都请你加入 好的 现在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节目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Pelisha 我是Ethan 最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事情 让我看完了之后 感觉到非常的开心 虽然我看到这个新闻 是左派的新闻报出来的 很显然 左派新闻在报这个的时候 感觉是非常负面 他们是非常的不高兴 可是我看完之后就觉得说 这个事真是一个好事 所以拿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这个事情是一个什么事情 就是在佛罗里达州 有一个基督教的学校 最近让两个学生停课了 就是说你不要来我们学校上学了 如果你要是再想继续来我们学校上学的话 那你们家的这个妈妈必须要改正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这个妈妈呀 她有两个小孩在基督教的这个私立学校上学 那她呢 每天就开着车送小孩来上学 但是在这个妈妈呢 她开的这个车的后车窗上面 就贴着一张大网址 是给她自己打的这个广告 那个网址上面写的是什么呢 是OnlyFans 就是说我有在OnlyFans这个网站上面 然后我在上面的名字是谁谁谁 请大家来这个网站上来找我的这个账户 那OnlyFans呢 它是一个成人赚钱的网站 也就是有很多人在上面卖自己的照片呢 或者卖自己的视频 那当然都是成人类型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妈妈呢 每天开着这个车送小孩来上学 可能就被一些家长或者是学校方面就发现了 他们就认为这个非常非常的不妥 他们就找这个妈妈来商量 就说你再来的话 你要不然就不要开这个车来送小孩 如果你要是要开这辆车来送小孩 请你把后面的贴纸给撕掉 你再开这个车来送小孩 但是这个妈妈呢就坚持就说 我不要我就是不要 于是呢学校就跟她说 那这样吧 你这个车呢不要开到我们校园里面来 你送小孩你就停在马路对面 你把小孩放到马路对面 然后让小孩这样走过来 后来呢 这个事情在持续的发酵 我估计是有很多的家长去反对 然后跟学校讲说 这样不行接受不了 然后学校就发了一封邮件 给这个妈妈就说 那从现在开始呢 我们就不接受你的小孩 在我们学校里面上学 如果你要是还想要让小孩 继续在我们学校念书的话 那这个问题必须要先解决 你才可以让你的小孩 继续来我们的学校念书 那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 我们还是愿意接受你的孩子 那下面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篇 左派看完了非常生气 但是我看完了非常高兴的 新闻视频的报道 这 morning, controversy near Orlando after a Florida private school expelled two children over a dispute with their mother at issue a sticker on Michelle Klein's car promoting her OnlyFans page соذهetically似 to explicit content adult content for sure my husband and I have this little wild behind closed doors lifestyle that we've now decided to share OnlyFans is an online platform often used by adult content creators to monetize photos and videos 其他父母在LibertyChristianPreparatorySchool 都不支持她的社会 那是一件事的 我的孩子 不 matter how poorly 或 how good I parent porn is there 在一旦, the school asked Klein not to bring the car on campus unless the decal was removed and urged her to drop her kids off across the street 我被 forced to have to take it off or not come on campus 然后, the school sent a letter saying your family's enrollment with LCPS is terminated effective immediately accusing Klein of promoting a pornographic website but still offering the possibility to re-enroll her kids if she removes the sticker Why not take the decal off? And that would seem like an easy thing to say, for sure but for me, you know it supports my family this provides a very comfortable way of life for us and it's legal you know, I pay taxes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OnlyFed的那个 网站 我觉得人家说 反正就是一个色情网站 然后是一个私人的 一个色情网站 对不对 是这个样子 什么叫私人啊 色情网站还分 私人和公开吗 对啊 我也不 我不太知道 你到底在讲什么 我不太知道 怎么形容 反正就是一个 谁都可以上去 当AV女優的一个网站 然后呢 他在上面就是收钱 就是卖自己的 就收钱吧 发生性行为的 影片跟照片 然后 因为我也没上过 这个网站 我没上过 然后我 当然我也不想要去看 我很辣眼睛 然后很可怕 我是看到他形容 就是网络上形容 他是说 就是 卖照片和卖视频的 成人网站 就是这样形容 所以你一天就知道 不是什么好东西吗 对啊 那这很奇怪 就是我觉得啊 他的小孩是怎么想的 他的小孩啊 对 因为如果说 你在一个学校的 环境里面 然后你的 妈妈是有 这个样子的 一个行为的话 你的同学是会 笑 嘲笑你 或者是怎样 我不知道同学会怎样 我 没有认识我同学的 妈妈是 有 做 如果是你的话 你觉得 同学会怎样去看 我觉得是一个 蛮可怕 应该会被霸凌吧 我不知道这个妈妈 会不会让他小孩 知道他是做什么呢 都写在车窗上 他小孩去一查 不就知道了 不是 这个也是要看 不知道他小孩多大吗 如果说他小孩 是初中生 大家可能说 妈妈车上贴的是什么 可能查一下就知道 如果是个什么小学生 还不怎么认字 那这样的小孩 就是 我觉得妈妈 很难主动跟小孩去讲说 我做的这种 这种职业 但是你看他那个 影片里面 那个妈妈 好像又很骄傲 好像就是他愿意 告诉所有的人 他说什么 这是我原本私密的东西 我就想要分开 公开来跟大家分享 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说不知道 就是这个妈妈的心态 是什么样子 然后这个小孩的心态 又是怎么样子 然后小孩 如果说看到自己妈妈 去做这个样子的事情的话 会怎么样子想 然后如果同学 发现了自己的同学 的妈妈 在去做这个样东西 会对同学 有什么样异样的眼光 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 这个妈妈没有考虑到的 然后这个妈妈都没有想到的 其实是在非常伤害 他自己的小孩 跟自己的家庭 然后 不是关键 他老公跟他一起 他说这个账号 是他跟他先生一起经营的 我本来想说 他是不是单亲妈妈 有些单亲妈妈觉得说 这样挣钱比较轻松 比较快 什么什么的 结果不是 他有老公 他老公跟他一起 在经营这个账号 所以你可能 比较简单的形容 就是变态 因为他们经济状况 应该也是不错 不然不会送两个小孩去私立学校 被现在的社会 还有被美国的这个 这个左派这个包容 多元这个东西 被弄成就好像是 你如果不service别人的话 你就是种族歧视 性别歧视 或是什么样子 就是 你如果去一间店 然后呢 那个人 你在那个地方大吼小叫 然后呢 在那边乱尿尿 然后呢 那个店说 我们拒绝 服务你这个样子的人 然后我们要请你离开 然后那个人呢 第二天就会跟你讲说就是 他不服务我的原因 是因为 我是女的 或者是 我是黑人 我是亚洲人 然后他们种族歧视 性别歧视 然后各方面这东西 所以 我觉得 他可能想要用 这样的一个方法 来去博取同情 那总之 我觉得就是 学校在处理这个东西的上面 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我觉得 基督教的学校 要做到这个样子 是应该的 因为他标榜的一个 基督教的学校 但是我其实认为说 所有的学校 都应该这个样子 每一间学校 都应该要保护自己的 学生 然后保护自己的学生的 这个清白 各方面的 然后 你在做色情行业 这个东西 你私下去做 然后你真的是 你为了生活 为了什么东西 你要去做这样的东西 OK 这是你的事情 但是你不应该在学校 promote你的网站 然后好像说 你在邀请其他的家长 或者是其他的小孩 去看你的 做的事业的这种概念 那你觉得呢 它其实就是起到 一个宣传的效果嘛 比如说我们在街上看到 说有的人车上面 贴很多 就是很大那种贴纸 就是说 Jesus is my savior 那个耶稣是我的救主 然后赶快相信耶稣吧 然后信了耶稣 你不用去地狱什么的 有的人会把车上贴的到处 那这就是他一种 传福音的方式嘛 就他希望说 我这个车开过去 然后贴了很多贴纸 我希望大家都看到 我传达的讯息 因为我认为 这个讯息是必要的 我认为这个讯息 是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知道的 所以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就他也不需要 花费太多的金钱 他每天只要出行 他把这个车开出去 看到的人 他心里就会有一种触动 比如说你有的时候 基督徒看到这样的车 你就说 这个人好棒哦 他把车停这样的 哎很棒哎 那如果没信主人 一看说 哦那是基督徒 因为他怎么怎么样 他是希望给人 有一些思考 或者是给人产生一些影响 那当然这妈妈 做的事情也是一样 他把这个事 当成了一个做广告嘛 他觉得他这个车 是一个免费的广告 他所到之处 他就希望说 大家都知道 请去这个网站上面追踪我 请去花钱买我的照片 还有视频 欢迎大家来买我的产品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你在学校 你不能随便乱打广告 我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情 你在公共场合 你也不应该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对 因为左派会拿这种事情来说 就是在这个视频下面 有很多人留言 留言就说 哎呦 保守派一直在喊言论自由 突然就不支持言论自由了 碰到这种事就不支持了 他是拿这种事来呛基督徒 来呛保守派对吧 就说你们怎么这个就是不公平呢 你们为什么对这种事情 你们就开始挟制这个言论自由了 然后放到别的事情上面 你们怎么又说言论自由了 但其实左派有这样的想法非常正常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律法 他不知道律法是什么 他认为法律就是最大的 因为他不认识他没有律法 他就认为说 我就尊崇法律 就像这个妈妈在后面也讲说 我又没犯法 我没犯法呀 你管我干什么 你怎么能因为我一个合法的美国公民 做了一个合法 我个人的决定 你就让我的小孩不要去上学呢 你如果要从他这个角度来讲 说得通啊 对不对 这个妈妈又没杀人 又没那个什么 哪怕这个妈妈是杀人犯 你能说不让他小孩念书吗 不会呀 所以对他的角度来讲 对左派来讲 这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 他觉得说基督徒为什么是双标的 为什么学校做法可以这么过分 然后居然还有这么多人可以 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地去支持这种 radical 就是特别极端的 这种封锁言论自由的行为 其实这是所有的人 包括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 对于言论自由一个错误的定义 对 言论自由其实 大家会以为讲说 言论自由就是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然后出版自由就是你想出版什么 这样的书就出版什么 重要自由就是你想信什么就信什么 但其实不是的 我们在美国在建立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美国就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信仰建立的一个国家 我们的宪法就是based on Montesquieu 孟德斯就三权分立 对对对 然后还有Calvinism 加尔文主义 也在我们的也是他们建国国父参考的一个学说 然后在里面其实讲的是 我们有自由的去做好事 我们有自由的使用神给我们的talent 去发展属于我们的生活 不是说我们做什么都可以 我们说什么都可以 然后我们要敬拜什么样的神 就敬拜什么样的神 所以说这个对言论自由的扭曲 然后还有对于信仰 宗教自由出版自由的扭曲 其实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一个东西 是从1960年之后 美国经过这个一个重大的改变 你知道美国那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吗 就是美国说 你看俄罗斯 他们比我们先把人放到太空里面 他们把了一只狗放在太空里面 你看他们多厉害 他们多棒 所以说为什么他们会这个样子 因为他们无神论 因为他们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 我们为什么会比较慢 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相信神 然后他们呢 又是一直研究科学各方面的 所以说他们就把这一套东西 放在了自己的这个文化里面 就是美国的文化 从那个时候开始变得言论自由 就是你想说什么就做什么 说什么 然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然后一切东西都是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一个文化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这个妈妈会有这个样子的一个想法 然后这个样子的一个 觉得说我这个样子做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只是这个妈妈 是全世界所有现在的民主国家 经过了美国的这个道德崩溃 道德底线崩溃的之后 每一个国家都有发生的事情 你这样台湾也是这个样子 你问台湾人言论自由是什么 他们就是回答你说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想要骂谁就骂谁 Worse doesn't hurt 我骂一骂你又怎样 不是很多人拿这个言论自由啊 尤其是这个台湾人跟大陆人 拿言论自由来比喻什么 就是可不可以骂习近平 对 就是我我只要是骂了习近平 没人抓我 这就等于我想有言论自由了 他们是拿这个作为一个衡量言论自由的指标 对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一件事情 你看你看台湾的新闻啊 动不动哪个艺人告哪个人 什么毁谤罪 然后侵犯肖像权 各方面这个东西 然后你这么拍一个东西 说我不同意 然后他就要告他 没有一个社会制度是百分之一百的言论自由 我们每一个社会制度都是有些东西是禁止说的 我们禁止说促成暴力的事情 然后像说什么 如果我在这边鼓吹大家去拿刀子去外面捅人的话 我会被抓 因为这不属于言论自由 所以说言论自由不是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然后出版自由不是你想把什么东西放到你的车子的 后车厢前面那片玻璃上面你就可以放 这些东西在每一个文化当中都是有被管制的 如果是以美国的文化 以美国的建国的价值来看的话 言论自由其实是你可以自由的去说好事情 去做建造人 然后荣耀神的事情 你可以有自由去出版 让社会变得更好的书籍 然后你可以自由的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 这样子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而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那有的人可能也想了 就是对于现代的基督徒来讲了 就是不得不承认很多基督徒的确是被世俗化 被世界化 尽管圣经神一直告诉我们说 一定要与世界分别为圣 但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思想意念 包括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很多绝大多数 很难跟世界分开了 或者是某一部分可以 但是其中绝对是有一块灰色的地带 那很多的时候 基督徒害怕比较强硬 害怕说这个就是不行 害怕宣告出来说 我自己的信仰 我就是不同意 为什么 因为可以找一大堆的理由了 就是这样的话 让人觉得基督徒不是很友善 这样的话 让人觉得说 伤害到其他人的感觉了 然后这样给人留下一种基督徒 非常不好的印象 是不是太古版 太死版 然后让人从而远离神 就是大家都想的有点特别多 那包括像这种事情 就说 是不是基督徒有点过于斤斤计较 是不是计较这个 这个事太小了 是不是计较有点太过分了 不就是一个人 他往他车窗户上面 贴了一个贴纸嘛 宣传他自己嘛 尽管宣传的东西不好 可是基督徒有必要嘛 或者是学校有必要 做这么大的动作 就是你连你的两个小孩 你都给我出去 我就不要你们了 你们不可以来我们的学校上课 就是这样的行为 是不是有点过激 或者是基督徒 到底应该在意这种吗 因为你说实话 这个妈妈开车来送小孩 接小孩 你一共到这来接孩子 送孩子 一天都不超过十分钟 车就在那停一下 小孩上车就走了 又不是说小孩上车之后 他妈为了继续promos自己这个网站 就在这个学校开车 就一圈一圈的转 转一个小时也不走 不是这样的 人家来了五分钟 十分钟 接完孩子 送完孩子就走了 那这样的一个行为 是不是有点过激 或者是说 就是这么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说来了这就是他个人的行为 我们有必要 就是跟他一杠再杠 杠到底 因为大家看我们节目 大家如果是我们观众的话 应该就知道我的回答是什么了 然后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是 这个学校做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然后我最受不了的 就是基督徒 没有在生活当中斤斤计较 我看到很多教会 就是墙上面画个六色彩虹旗 然后他们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你去问的话 就说 这只是不小心的吧 这应该没事吧 不是 然后还有很多人说 那彩虹本来应该几个颜色 对 我以为华人应该都知道彩虹是七个颜色 因为从小就会学 但是你说 华人到了美国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或许他们 比如说英文不好 或者也没有在看新闻 你或许真的不知道什么六色彩虹旗 LGBO到底在干嘛 但是你最起码一听到彩虹是六个颜色 你会觉得说 不对吧 因为你从小就有画画 你就有学过说彩虹七个颜色 那我也有跟人讲过 然后他们就说 那不然彩虹几个颜色 六个颜色又怎样 对 他们觉得为什么要在意 然后不就挂一幅画吗 那能怎么样 所以说我觉得基督徒 其实就是应该要斤斤计较在这个东西上面 而且特别是在生活当中 就像这个only fan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还有六色彩虹旗 还有现在什么 接纳同性恋这些东西 教会其实是要斤斤计较在这个东西上面的 但是教会现在通常斤斤计较在什么东西 都是能不能说方言 点水里还是进水里 然后呢 祷告的时候能不能发预言 各方面这样的东西 然后呢天主教是不是大隐妇 然后基督教哪个哪个教派 灵恩派福音派 各方面这些东西 基督徒常常是在一个教义上 还有教派上面斤斤计较 但是对于生活 还有真正的建立合一的价值观 是没有斤斤计较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文化会被全世界侵蚀 我们文化会被左派侵蚀 为什么我们会一天变得比一天还要更软弱 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些东西 我们说这是世俗的 所以就放在我们教会吧 我们不要管 然后呢我们一天到晚以为我们在为了天国的价值在那边搞什么东西 但其实天国价值说真的 你不懂我也不懂 我们只能好好的看圣经 圣经叫我们做什么 是要做这个世界的眼跟光 我们该心尽计较是敌人在我们前面攻击我们的时候 我们应该尽计较 所以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小事 但是你如果要是看的话 就是说如果基督徒真的活在救恩的一个实际当中 如果我们真的认为说圣经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就像圣经里面讲 说我们的仇敌一直在等着我们 他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如果我们真的 你想这句话 你把这句话把它具象化 把它图像化 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 用文字描述出来一个场景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些都是真的的话 怎么会觉得这些事情是小事 然后我们的儿女 或者我们看到基督徒的小孩 开始慢慢越来越像世界 甚至比我们更加像世界 然后越来越堕落 怎么还会感觉到惊讶 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世界上的价值观已经不知道廉耻 就是像这一家人 他爸爸就这老公可以跟他老婆一起在成人网站上经营账号 他用他自己老婆的身体换取钱财 然后他觉得很好 赶快宣传 让大家都知道 这样的行为对于他们这样的家庭来讲 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 甚至怎么样呢 甚至这妈妈觉得说某方面还感觉自己有点伟大 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挣钱了 因为我养家了 因为我两个小孩需要花钱 就是这样的人 可以把孩子送到基督教的学校里面 其实基督教学校你说现在危险不危险 很危险的 因为基督教的学校不可能拒绝一个非信徒入学 因为大家都想要传福音 你哪怕是非信徒 我们也希望说你小孩来 然后你的小孩也信主 然后你也信主 你们都变成基督徒 你们好好的一起追求人 这都是大家的一个愿景 可是你不得不承认的就是 很多人他把孩子送到基督教学校 他没有信主 他不仅三五年 十年八年他都不信主 而且他把世界里面非常非常坏的东西 带到学校里面 这些小孩身上带的这些坏的东西 然后传染给这些非常好的基督教的家庭的小孩 然后这个小孩每天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就泡着就影响着 那今天这个事能上新闻 为什么 是因为这个基督教学校 他站立的稳 这个基督教学校 他搞得清楚说什么事是重要的 什么事是不重要的 包括在这个学校的家长 家长看到说太不可以接受了 就是你如果要是悄悄的 你说你去什么成人网站 你不想没人认识你 没人知道你倒是干嘛的 可是你现在在这宣传 你是让这些孩子看到了 你是让这些人知道了 然后他们觉得说 这是好的 这是什么 你是在影响他们的思想 所以我们不接受 那学校跟家长站在同一个立场 就说我们不接受这种东西进到我们的文化圈 因为我们这是塑造的一个文化圈 我们为了培养的不是学校的精英 这个是基督教的学校 跟其他学校最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我们要建造的是文化圈 这个是我在意的 我不在意 你说有的学生 你这个数学你就死活 你就念不好 能怎么着 你说实话 对于孩子来讲 灵性的建造 远远比这些学术的知识 更加更加的重要 你看哈佛就好了 你看斯坦佛就好了 培养出来一群 自以为是的精英 白痴笨蛋 有人还会羡慕那样的人吗 有人还会想说 我想让我的小孩变成那样吗 我可不想 我相信你也不想 我希望我的小孩子是变成一个鼠灵的巨人 而不是一群脑子里面 男人女人都分不清 但是数学 化学超级棒的这样一群人 我不需要他们变成这样的人 但是这些家长 还有学校 他们站在了 他们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 他们知道说守护文化才是最重要的 你不要把你那个什么四星影片的东西 带到我们的学校里面来 不要把这个东西进到我们学校里面来 说实话 这还是一种鼠林的污染 你把你车开到我们学校里 我不学 你不要污染我们这块鼠林环境 我告诉你 你最近你就给我停到那个马路对面去 你让你自己小孩走过来 你不要把你的车开到我们的学校里 我不接受 所以你说 很多人就在下面说 基督徒不包容 你如果要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就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 啥叫基督教 它就是一个文化 它不是化学学校 数学学校 物理学校 不是 重要的是基督教学校 你的这个东西 违反了基督教的条例 你的这个东西违反了上帝的律法 你这个东西是上帝不喜悦的 所以我们就拒绝你在我们的学校外面 那当然我觉得学校也非常的仁慈 它带有神的怜悯 它说了 你什么时候这个东西改正了 我们随时欢迎你再把学生送回来 但是如果你不改正 你就是继续这样带着罪 而且你散播罪 而且你告诉大家 罪是好的 我挣这个钱 我还养家了 我养孩子了 你如果有这样想法 请你出去吧 对不起 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文化 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也不需要 你这两个学生的学费钱 我们都不用 你走吧 我们请你走吧 就是这样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学习的 就是我们的界限在哪里 our limit在哪里 对 对 那这个很明显的 就是他用的就是一个非常 这个妈妈很明显 就是在用一个左派最常用的一个方式 就是我这样做又没犯法 对 他还说 他说 我挣的钱都有缴税 对 我这样做有犯法吗 没犯法的话你叫什么 你就是个学校而已 光这句话你就可以听得出来 就是他在乎的 其实并不是基督教的价值观 他在乎的也并不是 他的小孩会要做什么样的东西 他如果在乎他小孩的话 他就不会去做这个工作了 或许啊 我觉得就这一家就这么变态 小孩将来就布他的后城 他还得鼓掌呢 对 然后现在有很多的 其实有非常多的家长 他们是在伤害小孩的 我们的新闻里面有报过 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去变性 然后呢 还鼓励小孩变性 还有一个妈妈 那个最有名的 那个我就忘记叫什么名字了 那个在电视上面 七岁的那个 然后他小孩说 我现在觉得 就是他小孩已经从小 小男生变成小女生 然后长大现在成人了 然后那个小 这个大女生 就说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女生 他打急速打得可能身体都不好了 那么胖变了 对 他打了 他就是说我现在有忧郁症 我现在就是不太确定 我的这个性别到底是什么 然后呢 我是个女同性恋 他就是个男的吗 他喜欢女的呀 对 然后他就是已经变成这个样子的 然后他妈妈说什么 他妈妈是在节目上面说 如果说他现在要变回去的话 我就杀了他 你如果说要这样子的妈妈 这个样子的一个家庭的话 政府是有责任 有义务要去保护 这样子的小孩的 如果说妈妈爸爸心理变态 心理错乱的话 是应该有其他的力量 来去保护小孩的 小孩的身心健康 那在这个案例上面 我觉得你可以看到最明显 就是一个无耻的一个反击 他们就是说我就是无耻 你要怎样 我们很多的观众觉得说 无耻这个字好像太糟糕了 但是说真的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无耻的世界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变得无耻 我又没犯法 为什么你不接受我这个样子 我又没做错事 你说我做错事 你的律法 你的点章是你的事情 我 我觉得 政府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奴役化 自己的一个思想 当你把我觉得 跟政府觉得的这个东西 放在你的人生的标准的时候 当你的limit是限制在 他那个地方的时候 你就是把你自己的人生 放在政府 还有这些规定下面 当的一个奴隶 你就不是属于神的 圣经上面 我觉得讲的也很好 你敬拜什么 审判你的东西就是什么 你如果敬拜的是律法的话 将来就是律法来审判你 你如果爱的是耶稣的话 就是耶稣的爱来审判你 圣经是这个样子告诉我们的 那是他们要什么 他们要的是世界的律法 他们要的是世界的价值观 他们要的是属世界的东西 最后 教授他们的会是什么 最后审判他们的东西是什么 其实就是这世界上面的东西 然后全部的东西都会定罪在他们的身上 然后他们的神是假的 他们所信的东西是假的 这一切东西都可以从我们的价值观 如此败坏可以看得出来 透过这个新闻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很多的人可能会觉得说 这就是一个小新闻啊 有什么大不了的啊 就是你对基督徒来讲 基督徒也会觉得是小新闻 就贴当贴纸又怎样 对世界的人也是一个小新闻 看色情片 谁不看色情片啊 哪个男的不看色情片啊 拍色情片又怎样 为了养家 为了养家活口啊 这还是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当我们的骄傲 是这么错误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还不感到羞耻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你看到这个之后 你有没有觉得说 其实我们常常忽略到这些非常重要的 但是在我们看来 好像是小事一样的事情 但是真的是巨大无比的事情 你看完了这样一个新闻 你有什么感觉呢 你觉得这个学校做的怎么样 你觉得这个学校的家长做的怎么样 还有这位真的是不知廉耻的妈妈 居然是找来 这个有左派的电视台采访她 然后上面还振振有词 我看完这个新闻之后 我真的是心里五味杂陈 那不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让我们知道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藤 那么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